32度,这几天我这里的气温一直在升高,我的阳台中午已经到了36度了,大家好,我是爱兰说微子,天热了,兰花的凉斧会高发,凉斧是养来人都不愿意碰到的事情,它们会导致兰花死亡,而且被发现都处于病情的晚期,没有药物可以进行救治,凉斧是不可逆的,大多都通过切苗止损或防止相邻的兰猪被感染。 也就是凉斧防大于治,对于出现凉斧的兰花,救治难度很大,希望非常渺茫,救治也多是预防周边的兰猪不被凉斧感染,其本质也还是预防,凉斧在高热高湿,不通风的环境中急易发生,这三个因素为凉斧提供了有利的环境,使盆内的有害病菌大量繁殖,导致兰花生病,所以预防就需要通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, 营造出适合兰花生长的环境。夏季在气温高于25度的时候就需要给兰花进行遮阳或物理降温来避免高热。 对情况出现,浇水后立刻打开窗户或用风扇给兰花通风,让叶片和盆苗的雨水快速蒸发掉,避免闷失情况的出现,兰花出现凉斧的几率就会大幅降低。 兰花的凉斧指精斧病和软斧病,精斧病是真菌性病害,软斧病是细菌性病害,它们在发病原因上有很大区别,但在发病症状上却相似度极高,都是从叶片肌部靠近甲铃精的地方开始发黑腐烂,最明显的区别是软斧病的腐烂部位呈现稀泥状。 叶片就很容易折断,断口有臭味,而精斧病的腐烂部位不成稀泥状,不容易折断,断口也无臭味,但有粘性。 了解了它们的区别,在兰花出现凉斧后,精准判断是软斧病还是精斧病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防治。 精斧病需要用抗真菌的药物进行预防,软斧病需要用杀细菌的药物来预防,无论精斧病还是软斧病都应避免伤口的出现,防止病菌从伤口侵入,在夏季除了营造适合兰花生长的环境外,还需要定期进行灭菌和杀虫。 对于已经发生凉斧的兰花,要第一时间进行脱盆,将出现病害的兰珠切除,然后放入抗真菌和细菌药的药液中浸泡20分钟左右,植料和盆距也需要进行浸泡,有条件的可进行高温蒸煮或更换新的植料,然后对切口进行封口后重新上盆。 将兰花放在通风阴凉的场所进行日常管理。万一兰花发生凉斧,不必惊慌硬立即隔离,到处兰花切除腐烂的病体后烧毁,剩下的兰珠浸泡消毒杀菌,更换植料细心照顾。 同时在夏季,特别是高温高湿的时节,每隔十天左右交替使用杀菌剂,杀虫剂整员喷洒,只要把兰花养大养壮就会远离良辅和其他病菌的发生,为挽救珍稀品种尽最大努力。 软腐病的预防与防治预防,适度的通风、透气、降湿、增光、高温高湿季节、喷湿抗菌素,还要防止浇水时让水肌液腥。 防治主要用要是炼酶素和青酶素,而脱不禁、百菌灵之类是没效的。 经腐病的预防与防治预防,与软腐一样,适度的通风、透气、降湿、增光、高温高湿季节、喷湿抗菌素,要特别注意防治虫害。 因为有创伤、酸性质量,高温容易流行此病,菌包子在病残组织、带菌机制内越冬,通过水、伤口和人工操作侵入引发。 要想预防粮腐病,咱们首先要注意清凉环境的营造,第一要遮阳防暴晒,第二要注意及时通风,营造清凉环境,这才是兰花所爱的,它才会有精神来抵抗各种菌类的入侵。 如果通风感到清凉度不够,大家可以地面洒水,同时给地面吹风,加快蒸发来达到治粮的目的。 如果室内养蓝线麻烦,咱们也可以考虑室外树下养蓝,室外树下温度要低,而且遮光性不错,通风性甚佳,也是兰花过夏的好地方。 再者,到了夏季,咱们可以给兰花植料表面撒上一些草木灰,改善过酸环境,这些真菌和细菌一看酸碱性发生改变,活动性就会降低,其中预防粮腐病最关键的就是喷药或者使用药物灌根。 此时咱们可以使用多菌磷、甲基脱布菌等各种药物,做到细菌和真菌都进行综合防治。 总之,粮腐一定要以预防为主,好的预防可以大大降低兰花粮腐的发生,日常可以采用喷药的方法,每七至十天喷药一次,一定要两种药物交叉喷洒,这是为了不让病菌产生抗药性。 好了,我是爱兰说威子,愿大家的兰花不复苗,壮壮的,我会每天更新兰花小知识,关注我不迷路,欢迎大家评论分享我的兰花小讲堂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,再见。